就是兩個東西啦 第一個我覺得我自己的方法 是我每天就是早上會take shower 那我洗完早之後 因為都會有一點那個蒸氣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這個口會open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會先用這個化妝棉 那這個化妝棉呢 有的化妝棉都可以 但是比較推薦是上面有一點紋路的 那像這個紋路的拿給你摸摸看 那就是這個紋路的那就可以幫助你 把這個結紙上的一些角質啊先去掉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痕刺啊 就是因為堵住了出不來 因為你的角質很容易長到那個洞裡 所以出不來就會堵在哪裡 就像我們有時候用到這個pumpet的這個乳液啊 兩天不用的話你在擠出來的時候就有力 就跟我們這個dc 他排不出來 所以油性皮膚如果排出來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粉刺 或是因為排不出來 那當然也許有人會問 為什麼會排不出來 因為現在的壓力太大了 緊張 那你緊張的時候就很容易造成這個問題 那解決的方式就是說這個時候擦一擦 用沾化妝水擦一擦 那特別是你容易長這個粉刺的地方 擦一擦你就會發現有一些小小的頭跑出來 有嗎? 有的時候你根本不用擦你就會發現 對 只是take shower之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時候就拿出這個髮包 這夾小切啊 夾出來 夾出來 就連根拔起來 然後完全就不用擠了 可是呢有一些你看到在哪裡還沒出來的 give up 不要再去擠它 懂我的意思嗎? 可能你明天再去take shower 可以出來 真的喔? 因為這種東西是沒辦法消滅的 對 我覺得男生那個問題可能就是 A色埋在太裡面了 就可能形成一個小黑點 會不會也扶腦呢? 這怎麼辦? 這個埋在很裡面 你可能就是每個禮拜要去腳趾啊 還有用這個deep fencing mask 這洗掉之後呢 它有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浮出來 但當然我們知道 你這樣 它也會出得來 就是你的旁邊的那個pissure都糟糕了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這個pissure 就是那個凹洞的 所以呢我覺得自此之後呢 當時我會換好 我一直紅紅的 我白整皮抹掉 剛剛 呃不是看到 兩杯月前 所以呢我現在這個地方在healing 在healing的街頭 修復當中 對對 那其實剛才有提到說 如果真的是有凹凸的問題的話 那我覺得Kavin老師打合呢 可能可以回到我們這個問題 就是臉有這個凹凸不平 應該怎麼樣用彩妝的方法呢 讓它看起來更平順一點呢 那現在我們暫時來休息一下 聽一看這首歌 中午的12點21分 謝謝你繼續留守有聲有色的九八八 那今天的新一些是呢 在我們Wauutama的Study Week 有一個special 因為今天有三位 女人我最大的老師來到現場 那如果現在呢 你在附近的話 當然也歡迎你來到 Wauutama的Rain Forest 我們在這裡呢 Study Week呢 現場呢就進行這個 我覺得呢 各位同學都能夠 學習到很多的訪問 那剛才呢 憑妮老師現在忙拍照 哈哈 很自拍 那現在呢 剛才我們聊到就是關於說 如果你臉部的這個毛孔 有凹夫不平的情況 因為就是沒有太平順 應該怎麼樣用彩妝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Kevin老師 我是Kevin 其實我們的毛孔分成兩種 分成兩種 一種是就是 老化型的毛孔 對就是當我們的年紀很輕的時候 皮膚都很好 年紀開始變大的時候 皮膚就往下掉了 你這個毛孔的現象 就變得比較明顯 那是因為皮膚鬆掉的毛孔變明顯 另外一種是因為你是油性肌膚 出油的比較多 所以你的毛孔 你只要把油堵出來 毛孔也會變大 這兩種毛孔現象 在化妝的時候 是用不同方法來應對的 如果你是比較老化型的毛孔 我的建議是 盡量讓自己的皮膚有光澤 有光澤的皮膚 永遠看起來緊緊繃繃亮亮的 利用那個亮度來遮掉垂下來的毛孔 譬如說你可以在化妝之前 用一點點 有一點點珠光的產品 你可以在你的Foundation之前 上一點點珠光的產品 你看像我上完珠光的產品 這一邊的手背 看起來是不是就比較亮 當皮膚亮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是緊的 當你摺色的過程當中 垂下來的毛孔就不見了 對然後另外 如果你是出油型的毛孔 出油型的毛孔的話 首先現在有很多是專門 針對毛孔的遮瑕產品 譬如說它可能在Foundation之前 先做一點點填補的動作 然後再上Foundation 這樣子就可以利用填補的方式 把出油型的大毛孔給遮掉 那麼一定要記得 出油型的毛孔 要隨時保持皮膚的霧面的感覺 就是不要讓它太亮 剛好是兩個相反的做法對不對 如果你是老化型的毛孔 要讓皮膚亮亮的 看起來就緊緊的很年輕 出油型的毛孔 你本來就很出油很亮 如果你這個時候的毛孔 再用亮下去的話 它那個毛孔的現象反而更明顯 你可以利用一些粉末 粉末裡面它就會有一些遮 像我這款蜜粉它就是專門針對毛孔設計的 它可以幫助你修飾掉毛孔的現象 它裡面有一點點的亮粉 但是很細微 利用粉末讓你的臉看起來是霧霧的 那那個對出油現象的毛孔 也可以得到一點點的舒緩 那當然就是說 你也可以利用就是說出油型的皮膚 我想馬來西亞到分女生都是出油型皮膚 對不對 你在底妝的挑選上面 就可以盡量挑選比較無油的 像我手上這一瓶就是 它是水粉底 你看它只有化妝水跟粉 這是兩層是不是 它是兩層 上面是一層水 化妝水 上面是瘦鍊型的化妝水 下面是粉體 所以你把它搖一搖 shake well之後呢 再來用完全沒有油的感覺 完全沒有油的感覺 就不會讓你的皮膚增加負擔 另外我一定要提起 很多女生或男生 現在會有 你的髮型都會有流汗 對不對 回到家一定要把流汗剝起來 因為頭髮很容易沾髒東西 讓你的皮膚更髒 然後呢很多人都手要摸 喜歡 好 流汗 不要這樣 摸一摸這個粉絲就跑出來了 這些都要注意喔 好不好 這些都要注意 來 你們今天 請旅過來 這瓶水粉底就是我願意 非常多禮物收喔 很開心 非常讚啊 快到我請問過題了 就有禮物收 那其實應該太多